柯文哲究竟人在哪裡 根據中天新聞的獨家畫面 就可以看到 柯文哲其實在下午的時候 是已經到了松江路 他的競選辦公室來坐鎮 而在那邊也有 2500位的監票志工聚集 柯文哲特地到現場 幫這2500位的志工來加油 來看看剛剛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還滿壯觀的 整個2500個工作人員 是在松江路辦公室底下集合 他們同時在剛剛三點鐘的時候 已經是全部出發 往所有的投開票所來前進 而柯文哲總部也說了 就因為這2500個人 在第一線爆票 他們相信今天的開票 他們可以獲得最完整 而且最正確的數字 而且他們相信 這邊的開票會是最快速的